你幫我們看看你有沒有收到一些信函 抖音他們我沒有,其實我們辦公室好像沒有真是收到什麼信函 當然就是他們有來聯繫,我們同仁要約時間 只是因為時間,他們時間很短,給的時間很短 我想這個月大家都很忙,所以就是一直沒有約成 所以最後還是沒有碰到面 那所以目前有下一次到事後見面的預期出來嗎? 沒有,他們好像就是只有約這個時間 他們好像不是台灣辦公室法的樣子 我不是很確定他們的狀況,因為他們是說 我本來是問他這個禮拜五或是週末都可以 但是他們好像就離開了,所以就沒有特別在約下一次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